88岁罗兰罕见动怒 因与90岁胡锋误传婚讯 痛斥造谣者不知所谓 12月29日 据港媒报道 资深传媒人爽姐在专栏中透露 88岁罗兰与好友胡锋误传婚讯后 虽然一直没有公开回应 但她私底下非常生气 还痛斥造谣者不知所谓 事情是这样子的 90岁老戏鼓胡锋 在11月12日举办了一场演唱会 与她关系很好的罗兰 不仅到场观看 还被拉上台一起表演 怎料演唱会结束了一个星期后 一个名叫TVB最新资讯的用户 在社交网上爆料 称胡锋在演唱会后台 向罗兰求婚 五名子女到场支持 爆料还煞有其事地说 两人决定不领证 只一起作伴共度余生 跟罗兰深交多年的爽姐爆料 罗兰对于被造谣颇为生气 只造谣者不知所谓 罗兰说认识胡锋几十年 看着对方与妻子拍拖结婚 大家都是老友 如今突然被人乱说 真的有点生气 幸好两人仍是老友 入行多年的罗兰 参演过无数经典影视剧 成功塑造了一个又一个 让人难忘的角色 甚至拿过金像奖影后的殊荣 虽然他经常在戏中演坏女人 但现实生活中洁身自好 从来没有跟圈中人传过绯闻 索性 这段插曲没有影响他跟胡锋的友谊 两人始终是好朋友 再度同框也一点不尴尬 Zither Harp